6月12日,德云社总教习高峰老师在天津德云社举行百之仪式 郭德纲、于谦侯镇等一众相声名家齐聚天津德云社 只为见证高峰收徒百之仪式 拜师现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 但没有想到拜师那天徒弟却临时变卦 不认师父改认干爹 为了举办这场拜师仪式 作为师父高峰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 提前好几个月为了此事做准备 从收徒礼到拜师帖都非常用心 为了让徒弟们在相声行业名正言顺 接海底时高老师带着徒弟跑遍京京各位前辈家里 让前辈们知道有哪些是他的徒弟 还望以后能够多多关照 大弟子二弟子四弟子五弟子 唯独不见三弟子 这也导致高峰老师在介绍徒弟时接连出错 万门高甲大弟子王浩晨 二弟子苗浩晨 浩晨就不排斥了 这个老五 郭阳那一看 我这些数块徒弟吧 希望他们能够排斥干头 更进一步 为相声艺术多做贡献 看得出来宋义的缺席 打了高峰老师一个措手不及 节目单出了 海底签了 昭告同行了 三徒弟却临时变卦了 以为他临时有事耽搁了 但其实就在后台 高峰老师频频看向后台 没看一次都会擦一下眼角 毕竟那是相处十年的徒弟 直到拜师仪式结束后宋义上场澄清 虽然说了一大堆 前语不搭后语 到头来也没有解释出 到底为何不认师父改任干爹 高老师也给足他面子 按照流程为其捧根 这个掌声呢 其实不是给我要 给我干爹要 来习惯我师父 喜欢衣对的捧场 您大人更好奇的呀 是我跟我先生呢 怎么回事 这个有个简单的 给人介绍介绍 人呢还有自知之明 确实跟人家呢 差得很远 您毕竟呢 我跟我干爹呀 同一次合宋 也是最后一次 高老师心里憋没憋着火不知道 只知道他坐在椅子上 偷偷抹眼泪 辛辛苦苦准备了几个月的拜师仪式 却被认识十几年的徒弟给破坏了 但高老师还是给这个干儿子留足了面子 从高峰整场的状态 大家是可以感受到高老师失落的心情 人生哪能处处如意 好在高门其余徒弟准备的拜师里 让师父非常的开心 一路有您 寓意着从拜师到百知 再到以后的相声道路 都有高老师的陪伴 也代表着一日为师 终身为师的意思 看到曾经的师兄弟 如此不知道 宋艺会做何感想 曾经的鼓舞